用美的眼睛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庄子 美人是女图 是张大千先生最受欢迎的绘画题材之一 15岁的张大千在求金中学的时候 就因为画了许多的美人图 让老师及同学经验又赞赏 因此有了张美人的外号 大千先生喜欢看春剧和金剧 是众所皆知的 他认为戏曲里的美人最美 美人在戏曲里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经过了代代相传的肢体艺术精华 这一种经验以后所呈现的极致美感 尤其是明觉 他的眼神、嘴型、指法 举手投足之间的身段姿态无一不美 大千先生看戏 往往是在欣赏和捕捉这种神韵之美 这一幅锦漫视女图 完成于1949年的11月 这个时期的张大千短暂的住在香港 某一天在观赏金剧 近海魂之后 大千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流失有所感叹 因此便运用了唐代名家周房的笔法 以敦煌唐代服饰为依据 创作的这一幅锦漫视女图 就是想要提醒我们重视中国唐朝的文化美学 创作完成之后 大千先生在画上提了两段感言 第一段提的是 然后又提笔写的第二段感言 此唐周常史重南文化法 其一事为日人所终 我国自元明以来 聚上迁落 所以无有既其法者 于此幅参与敦煌六朝出唐庄制法 不为碾出 另观者以为日本话 为可叹也 原战士 从以上画中的提示 我们可以知道 大千先生感叹 现代人观看锦漫视女图 都目解是日本画的风格 其实是中国唐朝风格的侍女画 只因为日本人学习了唐朝文化 并且保留而运用到现在 反而唐文化在当今的中国 却已经流失殆尽了 大千先生自1941年的敦煌行之后 他的侍女画受到东煌壁画的影响 所以逐渐的转型为仲采风格 画面跳脱了之前 中国侍女画清丽雅致的面貌 进而表现出唐代侍女五官立体 妆容色彩鲜艳的特征 这一幅锦漫视女图 就是张大千人物画风格转变后的代表作之一 画中的侍女在造型上 采取了圣唐壁画雍龙风雨的特征 而在侍女的面部处理上 大千先生承袭了唐代的三白画法 将额头鼻子和下巴中的留白 并且以红润的脸颊陪衬 更使得脸孔的轮廓线条分明 画中的人物以勾线为主 衣饰部分则上了淡彩 表现出唐代张轩周访的侍女化韵味 大千先生着力刻画一位财情与美艳双绝的女子 沉浸于情愿且染于树桩的私尊情绪中 这一切亲且怨长美染化上心中的人物神态 在途中更是刻画的极其成功 看到女子微微睁开的心松酸眼 真可谓遇睡眼蓝 遇醒眼蓝 另部表情更是微妙的展示了 女子内心矛盾的状态 大千先生以龙墨的蓝叶笔法 描绘了上眼线 反之则以淡漠的细笔轻描了下眼线 再用龙墨勾出同人的浓获 最后用淡漠渲染深浅 使得画中的侍女优雅含蓄的目光耀然直上 画中侍女的体态经营而挪 长发垂披于井脉之上 大千先生运用唐代大师周访 最为擅长的虚毛技法 以龙墨细笔 依着脸型的方向 疏落有致的画上的十几笔 然后再用淡漠渲染两三遍 法际沟村的细致质感 显得柔和而润泽 是女面貌清新秀丽 媚而不淑 秀而不挑 别有一番风韵 一文的行笔也自然流畅 画中造型安详闲静雍容华贵 线条的运用圆润自如 转折之处顿挫有力 更是富有节奏感 纵观整体画面 构图颇具巧思 通过脸部的走向 将视觉引向画幅下车的侍女身上 而右侧大片的空白 就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画面左边一大片 由上至下的紧慢垂帘 色彩强烈 灿烂富裕 这样富贵 而辉煌的唐室彩绘特点 是大千先生运用了喇嘛研制的 石青石绿珠沙等矿物原料 天然在画面上 营造出来的维漫锦绣的效果 调色上更是受了佛教照相及 早景图案的影响 色彩华丽 色调明亮 燕额不俗 锦漫以醒目的青红蓝配色 为画面打破了沉闷 增添富力显实的生活气息 并且藉由公子的花纹和典雅的用色 凸显了画中人物 孕孕持重 燕而不服的气质 这些都是大千先生 以融合了他对周访 球影等五代大师的深入体会 才能得到的效果 也正是他的侍女画 受到万般瞩目的主要原因 这一幅锦漫侍女图 是不是又突破了 你对张大千侍女图的观点呢 欢迎您留言与我分享 请持续关注庄子说话 我将继续为您介绍 多幅张大千精彩作品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其他朋友哦 我们下集庄子说话见 我们下集庄子说话